這個體積一定要記下來 分別有柱體跟椎體 好 柱體的話 不管是角柱 角椎都一樣 椎體也是一樣 不管是角椎 圓椎都一樣 首先第一個 柱體的體怎麼算呢 來我舉個例子 如果今天我畫的東西是一個 一樣啦 如果是一個那個長方體也是一樣 怎麼算它的那個體積呢 一樣就是 底面積乘上這個高 聽懂嗎 那底面積看它是什麼形狀 如果是圓形就圓形的底面積 三角形就用三角形的底面積 五邊形就用五邊形的底面積 然後乘上這個高度 就是圓什麼形狀 柱體體積 那麼椎體的話呢 跟柱體其實基本上是完全一樣的 唯一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它也是要是底面積 就是底面積乘上這個高 重點是什麼形狀 要乘上什麼形狀 三分之一 這樣 會啦 所以我們講那個高尺是什麼形狀 是最高點 到這個底面積的這個距離叫做高 好 球體有沒有學過 球體 這有給你們嗎 三分之四 胎牙三四方 這個你把它補充上去 OK 到前提一定都有的 好 這裡把他寫上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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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